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岁市长公开表达了对日本中央政府的不满 他说 所有这些政策都是日本首创 但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因为这是全球标准 只有日本没做到 日本政府不作为 没办法只能明石市自己来做了 这在日本引发了媒体的全面叫好 独工 你怎么看待日本明石市的生育政策呢 首先 所谓明石市扭转的人口下降趋势 是一个在传播中被放大的谣言 根据明石市政府的官方资料 最近十年明石市的出生率一直都是千分之九左右 没有明显上升 而从平成27年 也就是2015年开始 明石市的死亡率就稳定压到了出生率 现在是千分之十左右 2021年 明石市的出生人口2734人 死亡人口3057人 净减少是323 死亡率高于出生率 还能够连续9年人口增长 原因很简单 是外来人口迁入 去年本地人口减少了323 外来净迁入人口是844人 所以总人口增加了521 而且就算不考虑人口是怎么增加的 每年增加500多人都算成潜在的劳动力 也不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加强问题 根据官方数据 目前明石市的总人口是30.5万 14万户 平均每户是2.17人 明显没有繁衍性 而明石市的刺激生育政策实行了接近10年 目前10岁以下的儿童只有2.85万 占人口比例不到10% 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8万 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一 无论按什么标准 明石市都进入了很难匿短的超级老龄化阶段 再把视角稍微扩大一点 明石市位于宾库县 宾库县东面就是超级城市大阪 大阪的都市圈还包括了京都和神户两个区域核心 其中神户市就位于兵库县境内 距离大阪的核心城区只有25公里 从神户这个区域中心出发 沿着海岸线再往西20公里 就是总面级50平方公里的明石市 可以说明石市是日本第二大都市圈里面存在感略差的外围城区 如果换到中国 明石市的地位大致相当于长江三角洲的吴江区海宁市 或者是珠江三角洲的增城区赫山市 现在日本总人口下降 大阪的都市圈也逐渐维持不住人口了 包括神户市在内的兵库县 人口顶峰在2007年 现在已经从559万收缩到543万了 和兵库县的大多数地区相比 明石市仅靠神户主城区 所以还能产生人口净迁迁入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就来自于兵库县的其他水落地区 但是从日本的整体发展区来看 净迁入人口最多10年就会消失 到时候明石市也是个负增长地区 如果明石市的人口增长仅仅是因为靠近神户大阪 那为什么日本其他郊区城镇没有被树立为生育政策典型 因为扣除了人口迁入之后 明石市的本地人口下降比较慢 所以迁入人口还能够补上本地人口的减少 把总数来回正增长 而大多数日本都市外围的副中心就算吸引了农村人口 也补不上本地的缺口 往往总人口还在下降 所以把亏损比较少的明石市衬托成了优等事 2021年 日本的总人口超过了1.2亿 出生婴儿是81.1万 出生率是千分之6.6 死亡率大概是千分之11 明显负增长 明石市所在的兵库县 2021年出生3.6万人 死亡6.3万 出生率为千分之6.5 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差不多 所以就算能够分享神户和大阪那些人口红利 总人口还是要下降 而明石市的出生率是千分之9 只比死亡率低了一个千分点 稍微来一点人口净迁入就能堵上缺口 所以明石市长有资格去国会传承经验 作为类比 2021年中国大陆的人口出生率只有千分之7.5 其中江苏省的出生率是千分之5.7 而且出生率曲线还在继续暴跌 没有任何见底的意思 在这个背景下 如果中国哪个市长能够通过福利政策 把本地的人口出生率提到千分之10以上 我觉得他也有资格去全国人大演讲 有资格让全国的官员低头学习怎么花钱 那明石市具体有哪些政策能提高本地生育率呢 明石市的地方福利 是在日本的全国性福利上叠加的 目前的日本 小孩出生以后就有国家领域金 0到3岁 每个孩子是每月1.5万日元 3岁到小学毕业 每个孩子每月是1万日元 如果家庭的孩子大于等于3个 所有补贴再加一个档次 可以领到初中毕业 而且从2019年开始 日本的公立幼儿园都已经完全免费了 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 明石市政府规定 18岁之前 孩子完全不收医疗费 就算一厘就医也报销 1岁之前 纸尿裤免费 而且直接送到家门口 中小学食堂不收钱 带孩子去游乐场也不要钱 另外还要提供 没有任何门口的儿童抚养补贴 一个地方如果有更高的福利 更多的工作机会 当然就会吸引更多的青壮年人口来定居 同时也在本地生孩子 比如说广东省 因为吸引了大让的兰岭人口来打工 生育率就能勉强保持在千分之九左右 是全国唯一出生人口超过100万的省份 但是代价就是 其他地方的生育率下降更快了 并不改变全国的人口格局 日本明石市的亮点在于 不仅通过福利吸引了人口迁入 还提高了本地人口的生育愿望 让生育率几乎追上了死亡率 这才是30万人口的明石市 能够惊动终止两个世界大国的原因 在国会演讲之后 日本其他地区会学习明石市的经验吗 税间消息节目特色 任何事情先问钱从哪里来 明石市的市长通过福利提高生育率很好 但是福利要花钱 这个钱可不是市长在私人账户上取出来的 因为靠近大阪的都市圈 明石市在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增长区 建造了大量的现代化设施 九十年代之后 经济停滞 人口逐渐转为收缩 很多现代化设施开始过剩了 成了财政负担 所以本地几乎不搞心即将 现在明石市的公共建筑 有三分之二十八十年代及以前建造的 只有10%是2000年之后建造的 而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的郊区城镇 比例可能正好要反过来 为了避免破产 明石市削减了一部分公交路线 转让了图书馆博物馆这些公共设施 把下水道和道路维护的业务承包给民营企业 不断削减固定的开支 现代社会最贵的成本是养人 进入21世纪的人口衰退期之后 明石市开始对政府过源下手了 到了2014年的时候 明石市政府的正规工作人员 比2002年减少了23% 支付的薪酬减少了17% 在社会福利方面 明石市虽然对孩子很大方 但是对应的削减了很多成年人的补助和福利 所以政策的主要效果体现为本地的生育率提高 而不是外来的年轻人口迁入 即便如此 明石市靠自己还是凑不出给孩子发福利的钱 2014年的时候 明石市的财政基金减债基金等各方面的政府储备加起来 只剩下了74亿日元 只相当于1995年174亿日元的零头 真正出钱的人还是日本中央政府 2019年 明石市从日本政府拿了220亿日元的补助 占了政府财政收入的20% 到了2020年 明石市从日本中央政府拿了590亿日元补助 占了政府财政总收入的40% 除此之外 明石市每年还要对外借债110亿以上 占了市政府收入的10%左右 中央补贴和债务快速上涨 这才是明石市福利的来源 而日本的中央财政也是靠借债运行的 去年日本的财政财政率已经达到了40% 不借债立刻就会停转 2021年财政年度结束的时候 日本的长期货家债务已经超过了1000万亿日元 每年的增长率超过了10% 这说明日本政府和明石市政府 都在用透支未来的方式维持当下的福利 日本的主流社会成员 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 买了将来兑现的债务 实际上就是自己当下少消费 把一部分财富转化为当前的福利 将来如果他们想兑现这些债券养老 结果或者是拿不到钱 或者是只能拿到贬值的钱 刚刚过去的6月份 日本央行买了15万亿的国债 相当于1100亿美元 新增债务唯一的买价 几乎就是央行自己了 完全超出城里的发债 终于打动了迟钝的日本金融市场 6月15日 日本国债价格暴跌 收益率与熔断的速度上升 所有日本人都意识到 原来债务经济是不能无限扩张的 而且很快就要触碰到边疆 这次金融事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远远超出了安倍死于街头 所以日本当下的最大问题 就是怎样利用越来越少的债务空间 给未来留一点希望 明石市的福利 一方面是债务快速上涨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 也的确让本地的收益率 追到了死亡率的九成 让日本的社会看到了一线希望 毕竟攒钱和攒债券都毫无意义 只有下一代的劳动力 才能用财富兑现这些金融符号 所以市长的演讲 就算有夸大的地方 也同时震撼了中日两国的媒体 中国人应该怎么看待明石市的经验 税嫌消息第455期节目的标题是 浪中核酸自费 普通中国城市没钱了 当时我说 独山鹤岗这些城市财政崩溃 那是小问题 只需要整顿局部的秩序就行 浪中这种经济发展条件 在中上水平的城市才能没钱了 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致命问题 必须因此讨论全国的发展策略 日本的明石市也有类似的代表性 一般认为 日本的经济资源集中在两个 或者三个大都市圈 但是无论怎么划分 明石市都是第二大都市圈内部的 沿海平原地区 这里的问题 可以看到整个日本的典型问题 如果我们把明石市和日本中央政府 看到一个整体 可以说日本正在经历痛苦的寒冬 在食物不够的时候 上一代人又把积累的脂肪转化成营养 给自己预寒 同时也给下一代人提供成长所需的奶粉 无论是逐渐老化的公共建筑 还是不断增长的国债 都是脂肪层在快速消耗的标志 和日本相比 中国现在的优势在于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而且有希望重新启动经济增长 债务比例也没有那么高 而中国的劣势在于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比日本要短 积累下的脂肪层没有日本那么厚 一旦中国需要用债务财政来自救 现在日本名时事宁可削减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福利 也要给生育家庭发福利发钱 勉勉强强把生育率提高到了千分之九 但还是低于千分之十一的死亡率 而且用最简单的算术题来计算 日本人均预期寿命是84.6岁 如果将来人口均匀分布的各个年龄段 每年就要损失千分之11.8的人口 就算全日本都能普及名时事的生育率 人口还是必然持续下降 中国如果不想进入日本当前的困境 刺取生育的政策那必须比日本更有效 比名时事要更有效 具体来说 名时事目前只是把福利和钱发到了家庭 大多数育儿的劳动还是要每个家庭自己来做 比如说游乐场的免费政策 只对带孩子的亲子有生肖 这并没有明显降低家庭照顾子女的时间 既压制了父女的工作机会 也要导致很多青少年为了生活轻松放弃生育 所以政府不仅要把福利和钱发到家庭 更好替家庭分担照顾孩子的劳务 比如说去游乐场玩这种事 亲子有免费当然是好事 但更重要的是 应该有全天候的幼儿教师专门陪着孩子玩 无论父母有没有空 孩子都不应该缺集体游戏的机会 这样的社会 父母才能放心生孩子 又比如说 应该建立从零岁开始的社区育儿所 按照应用数量配备护室和护工 父母只需要基于感情因素陪伴孩子 不需要承担权恶的照顾陪伴任务 这样才能明显减轻父母密集生育的心理压力 让年轻人在最佳年龄连续生育 国家不肯在怀孕期间照顾已经书生的孩子 就不要指望年轻人普遍生三胎 社会话辅养话题 过去400多期节目我起码提到了50次 很多观众可能已经听烦了 但是日本的危机和日本的案例就摆到我们面前 已经像我们展示了政府借债刺激生育的极限效果 中国人不能假如看不见 现在日本公立学校的服务水平明显高于中国 日本学生的集体活动经历可能是中国中小学生的10倍 这意味着日本当代年轻人的社交能力 还明显高于即将毕业的中国年轻人 中国的学生未来组织家庭的能力 中国青少年未来的生育愿望 都会明显低于当前的日本 如果日本都不能通过生育补贴来解决家庭的生育问题 中国人就更不要指望在家庭框架内解决生育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早点放弃对现有家庭抚养者的崇拜 认真的筹划有限的财政空间 制定超越家庭的社会抚养方案 否则我根本想不出理由说服中国下一代年轻人组建家庭 更想不出理由劝说大多数中国家庭生两个孩子 另外在查询那篇文章的时候 我和同事都发现了 日本各级政府对辖区内的统计数据聊日之长 而且都以非常直观的图表对社会公布 30万人口的明时社统计资料的全面线程度 不仅超出了中国任何一个县区 甚至超出了我们的国家统计局网站 所以我们能够快速了解明时社的财政状况 了解它的公职人员雇用情况 以及分享的人口数据 这些透明数据也许不能帮助日本解决生育率问题 但是至少可以让每个愿意研究问题的人都能够接触真相 而不是碰运气 到工作人员忘记删除的表格里面去找数据 只有正面面对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现在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对统计数据遮遮掩掩 并不耽误他们同时泄露海量的一次信息 中国在参考明时社的生育政策之前 最好要先学习日本基层政府的统计经验 在公开数据和保护隐私之间找到合理的定位 接下来分享几条简讯 新华社报道 7月19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视频特别对话会 会上对近期经济做了表态 静静帮我读一下 宏观政策既精准有力又合理适度 不会为了过高增长目标 而出台超大规模刺激措施 超发货币预知未来 要坚持实事求是 尽力而为 争取全年经济发展达到较好水平 这段讲话意味着 暂时不会有2008年这种金融放水漫灌 房地产行业暂时不要只要大环境变化 必须努力自救了 就在上面那段讲话的同一天 郑州房管局和郑州银行吵起来了 对于烂尾楼的建设资金被挪用问题 郑州银行负责人说 我是听招呼干活 而郑州房管局负责人对记者说 银行的说法和事实不符 该局已经将该情况上报了有关部门 并且会追究银行责任 我们可以静猜一下 郭最后要扣到谁的头上 往前一天 7月18日人民网报道 银保监会的负责人也出来谈河南经济问题 说村镇银行的后台数据 被犯罪团伙隐瞒或者删感过 为了确保信息的真实性 所以垫付流程消耗了一些时间 在最近几天开放垫付 纯粹是因为流程走到这里了 和群访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再往前一天 7月17日纪委宣布 2015年的银保监会 非法集资办公室巡视员宋战英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而宋战英已经在2017年退休 这是退休5年之后被拉回来调查 另外7月11日 贵州遵义市的政府中资平台 遵义稻桥建设公司进行了债务重组 简单来说就是还不起钱了 要求修改还款条件 以后慢慢还 这次重组的基本条件 是10年的债务改到20年 直接延期10年 利息从4%到7%谈到了3% 银行很多优质资产忽然就打折了 众所周知 在贵州省 遵义是贵阳之外财政情况下最好的地级市 而遵义稻桥建设公司 是遵义国资为100%持股的融资平台 总资产是1700亿 现在这里是作为贵州化解债务的试点来谈判的 恐怕其他重资平台的债务 还拿不到这么好的充足条件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 西部交通建设应该停一停了 尤其要停下这些干培钱的运人高铁 倒是可以加强一下运货的载重铁路 否则资产再多 最后也只能越轨越打的债务亏动 最近几天 今年的高考录取数据逐渐公布 很多观众 尤其是河南的观众爱到我 希望我能够谈一谈同济大学 尤其是同济大学统谋工程专业 录取分数的河南暴跌的问题 我已经把研究数据的任务交给了静静 希望未来几期节目 我能够带着静静的研究数据 回答观众的疑问 好 461期时间消息到此结束 感谢小米的技术知识 文字内容我们会随后发在 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 欢迎转发 我们周日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